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比特币阿丽的频道 那咱们今天视频呢主要来聊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针对于咱们前面的两期视频啊 一期是说这个牛回啊速规 但是呢当时我是说的啊 我们不确定这一次的这个反弹 到底是真的反弹还是反转啊 那咱们今天视频将会告诉大家一个最终的一个答案 因为现在形态呢已经走出来了啊 那第二点呢我想像这个我的频道的一些批评者啊 我先晒一下单啊 我给大家看看我这一个礼拜的一个一个操作啊 到底盈利了没有 到底我拿到结果了没有啊 那你们说啊我韭菜也好怎么着也好 那呃所以说我当时很骄傲的告诉大家 I don't care我不在乎大家怎么说 那这一期呢就是要强势的告诉你啊 我是赚到钱的啊 好那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做一个免责声明呢 本期视频不作为任何的投资建议啊 仅是个人的观点的分享 那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的话 请千万不要轻易的投资 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加密行业里面啊 快速的学习 并且开始赚钱的话 那么你考虑加加一下我的这个会员群啊 那很多的资讯 那包括今天的一些操作呢 我都是啊 昨天的操作实际上是 那我都是在这个会员群里面告诉大家 等一下我还会大家给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那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的比特币最新的一个走势 那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形态呢已经走出来了 那咱们一个礼拜之前啊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礼拜之前发的这个视频啊 牛回速规 其实我在这里面是呃不太确定啊 虽然说这个题目是写的牛回速规 但是在呃这个视频里面啊 我是非常啊非常谦卑的一种姿态告诉大家 我并不知道啊 其实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 只是那个时候从六万点往上的一个反弹 它到底是一个反弹 还是说一个真的是一个牛回 我不确定 那今天呢咱们就可以确定的告诉大家了 那这个反弹基本上是告一段落结束了啊 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当时是发过这个图片的啊 这里有一个压力位 那这里有一个支撑 好那之前我们是在9月17号的时候啊 那大家也看到了9月17号的时候 这个视频呢是9月17号啊 呃那么9月17号的时候发的这个视频啊 那这个应该能显示出来的日期啊 那么呃这个地方是显示9月18号 呃其实我是早提前一天跟会员群告诉大家 是要这个准备去抄底啊 去有一个操作了 那这个当时的这个截图也都告诉大家 我们是9月17号进场 9月17号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那在这个位置进场之后 那我们的比特币的价格呢 是在6万附近 那么一直一口气拿到哪里呢 拿到了六万四千两百 呃那这里呢有证据啊 也要告诉大家一下 OK好那这里呃这是9月24号 昨天下午2点14分 也就是在20 呃24个小时啊 不对28个小时之前了 28个小时之前啊 这里也有证据啊 看看一下啊 这个这也是15分钟图 那也就是我们放大到这个图片上的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6万4200的时候 我告诉所有的会员朋友啊 那是说从技术形态上看 那压力压力位呢 是在第二次进行假突破了 那比特币如果说无法冲破六万四千五百的话 那这一轮估计就结束了 那我已经啊 把短线抄底的资金全部卖出了 等待更好的时机再次进场 然后呢紧接着呢 两分钟后 我就告诉大家前面买入的 ETH LINK 那POL和SOLE都可以卖出锁定利润了 那这是昨天啊 是昨天28个小时之前告诉所有朋友的 那么我们看到从64200到现在啊 是跌了1000多点了 1000 1200点了 差不多 那1000 不对 差不多1200点了吧 那么1200点的这个跌幅 我们是在耐心的一个等待 我们并没有着急进场 那为什么说这一次的这个形态 告告一段了 它只是一个反弹 而不是一个这个反转了呢 那这里呢 我们要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周线的一个指标啊 那周线啊 其实是看两周的一个指标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很微妙很微妙的一个一个一个走势啊 那这个呃蓝色的Stouch RSI 它开始呢往这个没有直着往上冲啊 根本就进入不到这个区域 那我们说进到这个20以上的这个数据 才能够说这一次的这个反弹呢 这一次的这个反转啊 才能说继续往上上冲啊 那目前来看 它是这个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去掉啊 那我们目前来看 现在这个周线开始收阴线了 那周线收阴线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信号 当然了 我有更好的一些指标来 呃来看这些东西啊 当然这个 我只是向这个会员朋友去公开的一些指标 呃在这里呢 不方便跟大家透露 呃那这里呢 我告诉他 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一次的这个呃反弹啊 到此就结束了 那我们也不知道它会跌到什么地方去啊 那这个谁要是告诉你 哎他要跌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那他也是这个活神线了 呃那我们现在只能说下一步呢 那看什么地方的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周日线图啊 那下一步呢我们就要看差不多是这个位置啊 其实是一个区间的一个位置 并不是说呃非常准确的能够告诉你是什么一个位置 呃这样的话的话也是太那什么了 应该是在这个筹码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啊 啊那大概的位置呢 是57400到6万之间啊 在这个点位呢 那我们要看一个支撑 这个支撑能不能撑得住 那撑不住的话 那还要继续看跌 呃虽然说这个现在的宏观环境也是变好了 但是呢 比特币的这个资金方面呢 依然是有人在大量的卖出啊 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一个信号 那当然这个指标我不方便在这里透露出来啊 不便宜公开出来 那你需要知道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呢 是短线的资金已经离场了 我们准备呢 啊等待更好的一个时间呢 进行抄底 好 那这是今天的第一方面的一个比特币 一个走势的一个分析啊 简单的一个分析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跟大家来晒晒单了啊 那这两个截图呢 大家应该都看得很清楚啊 呃一个是BIGGET的一个一个截图啊 呃一个交易所 那目前我去截图的这个 这个BIGGET的他还没有啊 把这个我昨天啊 我昨天卖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利润显示出来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7日盈利啊 是1.5万U 那么30日的盈利是1.82万U 那其实我这个账户呢 这7天我自己知道啊 我自己当时这个看了一眼 当时的总的余额跟现在的 跟昨天卖出的时候 总的余额是多了2万U啊 这是这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BN的啊 这个是赚了整整1万U 那加上这个理财的啊 加上这个其他的这些东西呢 一共加起来是1万U 但是呃大家 你用过BIN的话 你都知道你即便是刚刚截图的话 他也是显示9月23号 那9月24号的数据还没有出来啊 那这就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要告诉所有的喷子朋友们啊 所有这个hater啊 或者用其他的联名博主说你是hater 其实我我无所谓啊 你如果说在这个留言区 你跟我公平的 就是这个平心静气的跟我去讨论的话 我欢迎你来讨论 那你是说我什么都不懂也好 说这个什么韭菜也好 但是真真切切的 你看到了我这一个礼拜啊 我挣了3万U 呃 那可能我的会员 好几个会员呢 他们的仓位比我更重啊 那我的这个 我挣3万U呢 有一些会员可能会挣更多 当然也有人挣的比我少一点啊 因为我的操作呢 会更加的频繁一点 因为我现在是全职来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说我静下来读书的时间 我比如说读书读累的时候 那我就会操作一下 那么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这个晒这个单呢 呃 其实我在这个我的推特上面啊 也写的很清楚啊 这是我昨天上午 呃 昨天上午的时候写了一段话 在这里呢 也是要分享给大家一下 我觉得这个有必要 那大家不仅不仅仅是这个 呃 做这个炒币啊 交易 我们也要去了解一下 去思考一下自己的一个人生 去思考一下这个一些人生哲学方面 的内容啊 那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我昨天看到了一句话 对我的震撼很大啊 他说弱者呢 总是把命当做借口 就是说诶 诶 我是个loser啊 那么我就是命不好 那命里面就该着我去当一个loser 那这是不对的啊 那强者呢 就是非常谦卑的呢 说自己运气好 那你往往看到一个一个人和赚了很多钱 他总是说诶 我只是运气比普通人好一点而已啊 那呃 我们普通的群众呢 普遍呢 有一个木强的一个心理 什么叫木强呢 就是诶 这个人强 这个人比我牛逼 那我就崇拜他 那这个人不如我 那我就鄙视他 那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而且呢 这个我们普通的人呢 我们普通的人们呢 通常呢 是不会尊敬啊 天生不会尊敬一个谦卑的人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那你轻视一个谦卑的人 那么这个谦卑的人呢 他有可能就是诶 成功人士 那如果说你经常去轻视这种谦卑的人的话 那么很多的群众呢 就会轻易的去错过一大批的成功人士 那本来这一批成功人士 他可以给你一些指导的意见 他可以给你一些这个人生的建议 或者是一些财富密码 但是呢 你轻而易举把这个机会呢 给错过了 对吧 那成功人士呢 通常呢 他们会获得大量的更加成功的一些机会 那从而去改变历史 达到这种改变历史的一个效果 那这样的机会 那砸到我们普通群众头上的这个时间呢 通常以秒来计算 那如果说你抓不住这个机会的话 那这个机会就给你砸在你头上就一秒 那转瞬即逝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群众通常呢 通常呢 都接不住这个破天的富贵的机会 那更别说什么逆天改命了 你拿到小康的水平都很难 那这就是我昨天呢 非常非常 这个有一个啊 不管你怎么看吧 我自己觉得这个思考 还是 呃 我觉得这个正好是这个 这个都 我看到这一句话 然后呢 这后面的这些话 这些话呢 他就是跑到我的脑子里面去了啊 因为我们普通人能够 遇到这种机会的时候 本身就很少 所以说我奉劝各位啊 如果说你是我的铁杆粉丝 经常看我视频的话啊 那么我这个人呢 我不会说天天在视频里面吹牛逼 说我多牛逼啊 说我多多么多么的厉害 那我这一次的晒单也是啊 你们看到的唯一的一次晒单 那我希望呢 这是最也是最后一次晒单 因为我不喜欢这么去晒单 因为我这个我这个频道呢 呃 也有人去盯着我的这个账户啊 经常有人来刺激我说你 你说你怎么怎么样 那你能不能晒下单呢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不是给那些人去晒单的 我这一次呢 我就觉得呢 我有必要让大家看到 那我这个强的一面啊 强悍的一面 那我并不是说啊 天天在这嘚不嘚 然后就是也 YouTube上也有个三万的粉丝 然后在天天天在这嘚不嘚的 呃 没有什么水平 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自己 他有我自己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风格 我有自己的去判断形式的一套的准则 那当然了这些东西呢 我是不方便告诉大家的 那你如果说想要学习的话 那你可以来我这个会员群啊 那会员群啊 再一次强调 会员群非常贵啊 希望呢 这个非常勿扰 那会员群每一年的费用是1000U 当然了 这个1000U 你可能跟着我 你就像这个上个17号到24号 这一个礼拜 你就赚出了好几年啊 好几年的这个费用 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这两个账户 过去的一个礼拜 我赚了3万U 所以说啊 请你尊重每一个YouTuber啊 那既然我有3万多粉丝 坐在这儿 天天都给大家录 录这个视频 天天也分享一些我的一些心得 那么我想告诉你 那么有的时候啊 我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弱啊 仅此而已啊 那也希望呢 这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能够起到一个共勉的一个效果 大家都保持一颗谦卑的心 然后呢 去面对啊 比你更谦卑的人 其实这更谦卑的人呢 可能就是你的福星 可能就是你的幸运啊 使者 那么你不要把他们拒之门外 你要去虚心的去接纳他们的一些观点 他们比你强的那一部分 那OK好 那以上呢 就是有感而发啊 那分析了一下当前的一个走势 也分享了我的一个账户 那么 希望呢 我们各自安好啊 那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 就可以离开了 就不要看我这个视频了 那如果说喜欢的话 请点赞咱们这个视频啊 订阅咱们这个频道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